溫度計上大大數字寫著華氏132度 攝氏55度 卻仍吸引全球不少遊客前來冒險 體驗熱浪 美國多個地區持續遭受熱浪侵襲 堪稱地表最熱的加州死亡谷國家公園 溫度更是不斷飆升 還導致一名車友不堪負荷 過度曝曬身亡 美聯社記者親自實測一下車走在岩灘上 熱氣就直撲而來 全美部分地區有超過一點四六億人 處於高溫警報 此外加州多地處在高溫下 有一座女子監獄傳出一名獸行人疑似 中暑死亡 任全長藝聯盟表示 最近接獲大量獸行人的求救電話 大喊救救我們 我們快熱道傳不過起來了 不過熱浪持續侵襲全球 現在因聲音現象重現九年前 一大奇蹟 風還望去一大片紫色花海 全球最乾燥沙漠之稱的 智利阿塔卡馬沙漠 竟然開出紫色花朵 由於該地常年無降雨 絕少生物能存活 只有極少數的第一仙人長生長 卻因為提早降雨讓滿滿的紫白色花朵綻放 形成會開花的沙漠奇景 全球暖化家具在許多人類頻頻傳出身體無法適應熱浪的同時 也有不少驚人奇景 三零新聞數官林紫棋綜合報道